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月20號 首先這裡有我們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第二熊,雙熊的樹熊,鄧比斯 五二零,我愛你,大家好,早晨 是,還有,我這個,原來有這樣的東西,我現在才知道的 就是我加炭生,水賴加炭生,大家好 水浴汗是嗎 一定要點讚和分享,美金訂閱 訂閱和旁邊的小鐘有新給會東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一定要將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人出去 好了,抗疫呢,有一個國家 抗疫七七八八,但是又要攬炒又要經濟 搞到一窩足,現在就被人制裁 開始被人制裁,叫生了 我想拼經濟啊,糟了,不行了 都不知道拼不拼得出,真比斯 是你那個澳洲,好像弄得很嚴重 發生什麼事 這樣的,我們都講過了 其實呢,中國已經向正式的商務部提出了 向澳洲,對這個大陸徵收百分之七十三點六的反傾銷稅 反補貼稅就是六點九,加上八十有多 我都講過了 其實呢,徵收期就為五年 其實呢,中國商務部在2018年 11月19日和12月21日都公布了 這個調查,其實呢,中國一早已經有料了 不過呢,我覺得呢,該出手時就出手了 其實呢,就講說,澳洲進口大麥存在傾銷和補貼現象 那令中國國內的產品就受到實質損害 那呢,所以商務部就作出這個決定 那,澳洲呢,早前就指中國呢 就是這個19病毒的真正源頭 所以就是逼,所以就說,我們聯合國際進行這個獨立調查 那中國當然不開心,因為覺得是有政治目的的 其實我也覺得是,其實就是為了根基美國 大家都知道了 那呢,還有呢,就是 已經有四間澳洲最大的肉廠 三間我們這裡,本州 所以本州經濟損失很大 哎,旅遊又沒得做,大寶招又沒得去 所以呢,就這四間肉廠 三間是昆時蘭,四間肉廠總共總共 就達澳洲出口牛的35% 那你大不大惡呢?35% 嗯 嗯 嗯 那我也不懂 那搞法很大件事 所以呢,其實就是 有些人這樣說 就應該是夢醒時分 其實他們就說 證明了一件事 不能跟中國做生意 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 你說得對 但是我都說過了 因為他的體積這麼大 你找不到另一個籃 是不是? 那個籃應該感覺 是不是? 就是 其實他就說 你找不到另一個籃 大哥 好 還有一件事 我真的不得不罵 就是那些 那些 不是全部香港移民 就是那些港人 經常在那裡唱衰中國的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雪梨層得這麼貴 靠什麼? 就是靠過去這十幾年 跟中國做生意賺的錢 你可以說是公平貿易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市場 你雪梨的生意這麼貴? 你知不知道雪梨以前一層有多少? 那我講一下我 30萬多 我媽媽有間 不是我 我沒有的 我一間樓都沒有的 沒有參加級 就在這個Asheville 很吵的貨車站 以前就 是三十幾萬 那現在我不說那家 就是 Asheville大家知道什麼區 就是 就是一個什麼區 比較走腳區 那我不說那家 如果不是我們又吃了這堂水 我們有今時今日 就是 做人就不可以這樣 就是 我知道很多西人都是不爽的 其實 看到 就是看到 尤其是我們唐人買的東西比較多 還有一些比較高調 其實 有些高調其實我也不喜歡 但是沒有辦法 你成為一個事實就是 中國就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事實 就是最搞笑的是 有人說 不用貪心 跟中國把貿易戰 不用貪心 跟他打起來 跟美國一樣 之後 盧業部長這樣就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這回事 跟中國不會打貿易戰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那究竟誰人說 要打貿易戰 又是那些 那些外圍 極有那些外圍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中國的 其實媒讀的報紙都在吹風 都是這樣說 要打貿易戰 就是 就是說美國 可以跟自己 第一的貿易 貿易夥伴 打貿易戰 為什麼我們這樣不行 那 你看一下 我們體積跟美國差的 人口 經濟總量 你可以說平均 可能我們比美國 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你整個體積差太遠了 現在中國還說 一樣的 你再搞 洪洲 余製品 這兩個你們怎麼死 澳洲都不用說 不能搞 澳洲 不知道要去哪裏 他家委不是說 又學了台灣 我覺得真的 幼稚到不得 他說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 錄下不了 全部搞 補貼給 省內有 台灣省內有 我們就這樣說 現在我們不是補貼 還說 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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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看到 奧行 有這個 大寶礁 你知道 我們 旅遊資源 應該全澳洲最多 就是世界 八大奇蹟大寶礁 其實他說全開了 全開了 如果人 連工都不能做 你全開了 有什麼用 請問 有自動感 因為旅遊業 其實是一個 賺外匯的方法 其實 為什麼一定要搞旅遊業 就是要外面的錢進來 就是 好像之前說 海水公園那件事 其實就是 香港 你始終都是要做 旅遊生意的 除非你跟我說 我香港封城 什麼差都不做 只是做金融 但是你不可能 只是做金融 不做一些休閒事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還有教育產業呢 教育產業 第三大產業 第三大產業 現在他就說 不放留學生來 那我們的學校就麻煩了 真的 不放留學生 那你們那些大學 哪裡賺錢 靠學政府資金 資金是年年減的 是咯 還有一件事 國務部長 因為很大口氣 之後他說 他說 我打了電話去中國 誰知道 沒有人接我的電話 當然 沒有人接你的電話 現在這樣的情況 怎麼會接你的電話 其實澳洲實在太過天真 他們現在拿莊那幫人 應該是賺容易的錢賺太久 以前賺容易的錢賺太久了 尤其是溫家寶年代時候 買礦賣到 我們那時候抗工是二十幾萬年新的 現在當然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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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其實 社長記不記得 我們有 就是 應該是早七八年前 我們的匯率是很高的 百元 高過美金 是 高過美金 那時候 其實經濟還好 但是昆士蘭就很慘了 因為那個匯率高 那些遊客就不敢來洗錢 所以其實我們州 真是大蜜蟒 不是開玩笑 你開了那些階段都沒有用 以前 大寶椒 你靠那些 Waking holiday去 他們洗錢 肯定就沒有那些 外國遊客那麼鬆手 所以 我都是 悲觀 其實昆士蘭挺好的 以前就 我記得我在那裡住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南航 就 飛去 增加班次 飛去布里斯本 還有去黃金海岸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應該 現在應該減光了 那些班次 那時候 很貴的 三千多元 有啊 南航有三千多元 減光了那些班次 你聽我說 它有飛 但是它當然不會 好像以前那樣 一天一班 情況很好笑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澳洲覺得 那些澳洲人 那時候 在布里斯本 聽那個電台 聽他們那個 當地的電台 他說 是啊 不過我們糟糕了 我們很多人不懂得說廣東話 那是不是要找一些 懂得說廣東話的人 去服侍一下遊客呢 那樣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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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是廣東話 因為它在 它在 它都知道你在 南航 就是在廣州 廣州人是講廣東話 哦 是啊 這個西人是知道的 因為西人叫廣東做Canton 是不是 就不知道 就是你大家都知道的 本來有 本來想賺夠大錢 誰知道 現在搞到這樣 其實那時候都是 就是太多磨擦了 中國和澳洲 就是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實是很多東西 是拖了很久的 是 很多時候 拖了一段長的時間 不好意思 你說 其實我最記得那隻南航 是整個 是的 整個package 就是我有朋友來的時候 但是他說 就是 有個海豚島 Morton Island 其實食外人都知道 我經常分享那些地方 那些東西 可以餵海豚 就是澳洲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的 可以餵海豚 有野生海豚位 那裏就是 周董、周杰倫去過的 那裏包了整個package 我們當地人才是 幾錢 才是 一百元 即日來回 包括海豚 他們不是的 他們算一算 那些 那些 收拾 是兩個開的 其實就是 計算到這個船 其他 計算到有些 收拾很多的 那 那 因為我們旅遊資源多 那 澳洲來說 算是最特別的地方 那 旅遊資源多 天然環境 比較好 那現在沒有了 真是 對著海 沒辦法了 那 這樣搞法 估計 估計 即 是不知道會搞多久的 第一 什麼時候會再大選 是 有段 這樣 有段 大佬 但是不知道 但是有件事不知道的 即 如果 美國 他鬆章 澳洲人 會不會跟機 那就不知道 其實我今次看了 Final Review 那 是很搞笑的 一張圖 漫畫的 就是習主席 和沈先生 在那裡扯大纜 那 我們Scott Morrison 就是Scott Morrison 就是我們的總理 站在中間 在走廣線 就是不知道 就是 那邊 走那邊 都好像就 就是靠近那邊 都好像就 跌下來 跌死 但是 很不幸地 他就 比較 做了一個大爛投擄 其實澳洲一向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 真心地說 五眼集團當中 澳洲 就是 因為賣礦 和賣農產品 其實 是過了很久 很久 很久 我可以這樣說 社長都知道 其實五眼集團當中 其實澳洲 賺錢 是比較 沒有這麼辛苦 可以這樣說 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 沒有辦法 社長跟我說 在尿斯蘭 原來做事是這麼辛苦 我才知道 原來澳洲人 真的過 安定的日子 是不 不 不短的 其實這麼多年來 其實 其實 我看見 其實這一波 對中國 就是 是 美國佛斯奇 叫五眼跟機 講來講去 都是這樣的 很奇怪的 我看見 加拿大人 是一定要跟 但是他跟得很低調 加拿大自己跟得很低調 應該說加拿大人 是做個樣子 你看 做個樣子 是啊 全世界都說要查 不如你也給他查一下 沒什麼的 總之你也去查一下 英國人 都是跟加拿大差不多 說要查就查 沒什麼的 是 紐西蘭 我不知道 其實全世界都 譬如說 加拿大和德國和英國 都是說那句 應該查一下 不是要挑釁你 不過 就是想知道 將來怎樣去 抵消這件事 就是 避免這件事重新發生 近乎是說 不是要你 中國負責任 那一件事 很生氣的 你想怎樣 總之可以查就行了 但是 好像澳洲這次 不知道為什麼 豬氣之旗 好像要拿人命 因為梅鐸還要打飛支 你知不知道梅鐸搞完這件事 其實 他搞得很嚴重 然後還要打飛支 他今天 他自己的報紙說 他就說 澳洲已經 贏了 你中國都說什麼 何來澳洲贏了 中國都說要查 習先生都說贏成查 其實查是沒問題的 你全世界一起查就行了 其實習先生都是 為什麼我們猜得這麼準 你看一下學習強國就會知道 其實那些立場是 在學習強國都公佈了 很多時候是 是啊 他真的是打飛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呢 因為我是澳洲人報訂閱者 他說 連世衛都同意獨立調查 但是跟你說的是兩件事 你就是針對中國 世衛都針對全世界 老闆 然後 今天最新頭 因為我昨晚收到他的封面 因為我們訂戶 其實他就說 他就說這些是口水戰 要不要害怕 這樣說 你看到他寫的社評 都是一種傲慢 他覺得 你可以對我怎樣 不是呀 人家現在做事 真是愚蠢 現在你有四間肉廠 不能出口 我現在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暫時都不會再買肉 暫時 因為澳洲的肉出不了口 肯定是扔過來這邊的 攬炒 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的肉 就全部出去了中國 那我們要吃澳洲肉 沒辦法 即是貴 吃貴的 吃貴的 政治真是令人瘋狂 其實 我都以為大家 就是會放下這個 叫做意識形態 平反經濟 誰知道 我都是好像天真嬌 很傻很天真 就是現在我們叫做 看到 尤其是做這個 第三產業的人 就是服務業那些 真是很淒涼 經常拿了救濟的 但現在他又說派派 不知道派到什麼時候 又不派 喂 你叫人怎樣 其實 我派幾個月 現在 他沒有說 他還沒說 沒有說人家停 但其實 不要這麼幼稚 你不要以為 到什麼 旅行是可以 保不回數 差太遠了 還有錢 糖水滾糖魚 其實他們 他們這幫人 就是不懂旅遊業 旅遊業真正的用途 就是把外來的錢 加到自己的GDP 沒錯 你自己做有多少 就算我給你 就算你 你這些人 賺多少 洗多少 都好 你實際上 都是幫不了經濟多少 你整個量都在本國 你沒有外來錢 糖水滾糖 他們說得對 所以其實 我今晚什麼都不求 我求求他 給我出境 唉 我也想去其他國家 給他一下 發瘋了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